同修的先生不信佛经常钓鱼 同修看见先生钓鱼很难过 却说先生想把这些鱼拿去放生 就想问拿先生钓回来的鱼去放生 应该怎么祈求 如果去钓鱼去放生的话 他老婆是说的对的 但是他老公这个业障还在呢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说这块鱼被钩子咬到了 就像你这个手被人家钩子盯住拉上来 对 对不对啊 对 你想想看呢 这个对人家鱼已经造成痛苦了呀 而且这个都有冤气的呀 明白了吗 明白了 他至少掉上来的时候呼吸不长了呀 对 对不对啊 心脏病发了 鱼的心脏病发 呼吸不长 那这样的话 他去把这些鱼放掉 他应该怎么祈求 关心不再保佑呀 对不对呀 只能说尽量减少 要自己求么就说 减少 因为你要知道你 老公教育老婆也有业的呀 哦 要么就求自己 要么把老公求都一样的呀 哦 老公求么只能说 减少他的业障呀 哦 你已经造了 只能减少呀 不可能消除了呀 明白了 感谢师傅 好